这是市场研究机构IDC 今天凌晨发布了一个报告 他说今年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 预计将会增长9.8% 现在今年还没有结束 但是他预计会增长9.8% 总量将会达到14.3亿 但是可以注意的是 这个增速将首次降到了10%以下 只有9.8% 那么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中国市场的需求开始减弱 中国正在成为一个更换市场 但其他的亚洲国家拉美和西欧的需求 也同样是在放缓 今年谷歌安卓移动操作系统的 全球市场份额预计 将会从去年的81%上升到82% 而苹果的iOS系统的市场份额 预计将保持在14%到15%左右 这个分析也认为 尽管你由于iPhone 6 Plus 还有6S Plus需求强劲 那么IDC实际上已经上调了 第四季度iPhone的出货量的预期 谢谢大家